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17日 今天 是星期四 今晚會有直播節目 大家就留意了 繼續是9點 那就是 Tony 還是我呢 還是一起呢 現在也不說了 因為我們有時候也是 臨時再決定 通常應該也會看到兩個 記得 參與 出席支持 我們也慢慢在調整 晚上的情況 因為我們 最近覺得應該 做多一點 切合當日 那個香港的晚上 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更改了我們 看新聞和錄音的時間 今天這兩天開始試行 所以呢 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直播的時間似乎阻礙了我們 錄晚上的節目 我們會再 嘗試去調整時間表 所以 直播節目的時間 應該會再更改 所以大家就注意了 但是無論如何 不要緊啦 你看到我們播放就看吧 MISS了 也可以重播 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就是不可以Live回應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 我其實昨天已經看到這個消息 流出來 這個就是網上的消息 說 他就說 將會 是有 正式的 全民 檢測 也 有了時間表 我昨天看到 其實本來我也想說這件事 結果 今天 香港政府就出來 生氣了 高調譴責 網上有人散播 全民檢測的日期 說這些 是不實 以及誤導的消息 首先 我覺得 香港政府譴責的壞消息 我們一定是不會譴責的 我們 甚至乎很贊成 有這樣的消息出現 不過這裡也要說說 昨天是怎樣去判斷 這個 消息的呢 我跟大家說說這個訊息的內容 我再說為甚麼我覺得 不像是真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運用三種方式支持我們 最好是三種一起做 按照順序 最重要是免費模式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其他朋友 請你 可以考慮交月費 在直播節目那裏 就可以透過八達通 不需要信用卡 都能夠付費 這樣就可以 多多支持我們的直播節目 第三種模式其實是最重要的 就是免費模式 那麼我們 現在 是繼續有 一大部分的節目就是黃標 但是另外那些 都能夠繼續賣到廣告 所以請大家打開我們沒有黃標節目 欣賞播放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我們的內容 可以用無限碌大法 再加上手動點擊 再加上 欣賞我們的風景節目 又可以打開欣賞播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特別是已經訂閱了我們 又交月費的朋友 你是非常忠實的 所以 請你繼續運用第3種模式 因為 我們現在第3種模式始終是最重要的 好 這個 網上 消息來源 來自 這個經常有料爆的公務員 Secrets 這個公務員Secrets 就說有全民檢測的路邊寫消息 亦都 說明緊攻參考 這個 就是第一點 這個就是第一點 令到我覺得 這個不是確實的消息來的 昨天看到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個是政府 已經 確定了的消息 我相信除了公務員Secrets之外 還會有大量其他 在政府工作的人收到相同的消息 所以呢 我已經 覺得 第一刻的感覺 我已經覺得這個未必是 真的消息 裡面的內容就這麼說 檢測程序 所有 在2022年3月26日 至到4月3日期間 身在香港 而且年滿3歲或以上的人士 如市民 為2021年12月31日確診人士 包括以康復人士 則無需參與檢測 而在首次或第二次檢測中發現確診 亦無需 參與餘下檢測 下面就是簡介 簡介就是 政府會在 2022年3月26日至4月3日期間 推行全民檢測計劃 為所有 在香港境內的人士 包括居民和非居民 進行三次 好了 就這樣看下去呢 似甚麼呢 這個我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原本有這份稿 這份稿 是原本林鄭月娥 叫他下面的AO 草議出來 預備公告 的一個全民檢測計劃 的稿來的原本 到最後這份稿 輾出了 輾出了 在公務員手上 所以 就當成是路邊寫消息 就當成是路邊寫消息 為甚麼我會這樣認為呢 因為當初 當初林鄭月娥 一意孤行要搞全民檢測 他會找人寫定新聞稿 寫定消息稿 是很正常的事 按照那個時間 3月26日至4月3日 這個很明顯 是原本 在林鄭月娥 被殺停之前 那個計劃的時間表 所以 我為甚麼覺得 這個訊息 不是真的訊息呢 現在不是有這個計劃 不要說是假訊息 為甚麼現在不會有這個計劃呢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段時間 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北京 親自派了陰差大臣下來 去管香港的防疫 梁曼聯絡到了 說明 不應該搞全民檢測 所以 這個消息 關於這個時間表做全民檢測的訊息 很明顯地 跟最近 那個政治風向 可以說得上 是完全相反 所以我昨天看的時候為甚麼沒有說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並不是正在進行中 換句話說 這個真的是網上消息 這個是不會做 簡單來說 北京已經接手了 說明不會做的時候 怎麼會忽然之間有政府的公告說會做呢 所以我認為這份其實是舊稿來的 所以這份稿 裡面寫到似乎層 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是原本林鄭月娥的計劃 但是林鄭月娥給 內地專家衛健委 左一巴右一巴 左一拳右一拳 打到口腫面腫 叫他不要搞那麼多事 還有其他專家說你搞檢測 檢測 假陽性來的 30萬個陽性 可能只有9個是真的 按照比例計算 70萬人陽性 其實 只有19個人 19至20個人 是真的確診的 這個 就是中國大陸下來了 搞防疫 定調了的東西 這些東西 不是香港政府可以忽然之間推翻的東西 尤其是 這份稿裏面的字眼 很明顯不是國內的用語 這份是香港政府裏面的人 寫出來的字眼 換句話說 是公務員 原本寫出來的稿 所以 應該是這樣的看法 這份稿 原本是真稿 這份稿 後來就不能用 因為 被人殺停了這件事 所以 這份稿 不再是一份 真正會進行的事項 香港政府 出來大大力澄清 說 網上有人 傳閱關於全民強制檢測的實施日期和詳情 這個 並不是官方公佈的消息 呼籲市民 切勿誤信 繼續 譴責 有人散播不實 以及誤導的消息 政府還有補充 政府說全民強檢規模龐大 執行上面 不容有失 必須 仔細謀計劃 這個就是 向 中央派下來的人交代 因為這個是梁萬年說的東西 他說要確保有足夠的配套 調配充足人手 所以 目前 仍然在安排細節 也不是說 一定不會全民檢測 但是 以上這個小道消息的日期 實際上 你去想一下就知道 沒有可能安排到 剛剛 才被內地專家 刮完兩巴 說現在不是適合的時機 你再看看 那個訊息裏面的日子 3月26日 3月26日是下個星期 你想一下也知道 其實真的一定做不及 得林鄭月娥 在沒有網管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不是做到 他在沒有網管的情況之下 會推出一些 不合常理的時間表 都膽敢死跟你說 他會做 因為做的不是他 而且他又不用負責 又不用問責 我說 做甚麼都可以 把天上的星星月亮 摘下來都可以 3月26日就做了 有甚麼所謂 又不是我執行 如果是下面的人做的 我有甚麼所謂 還要不用負責 拿不到下來 不用負責 你說有甚麼所謂呢 所以這份判斷 當然這也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這份是舊稿 被公務員 偷偷地拿了出來 所以 政府就憤怒 出來譴責 實際上這個原本真的是他的份稿來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了